美軍B-21隱形軟程轟炸機投產 握制中共擴張 投號鶴利傅政華被捕 投台老闆呼之欲出 恐樓價暴跌 大陸多地下限跌零 美駐華使館中文報道漫漫舟案 遭中共秒殺 美貿易代表說 改變北京做法增關稅依然是個選項 10月1日中共出動38架軍機擾台後 10月2日中共再出動39架軍機 進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創下擾台最多架次紀錄 架劇兩岸緊張局勢 台灣國防部表示 10月2日中共出動兩波軍機 侵擾台灣 在白天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ADIZ的中共軍機有20架 包括14架殲16 4架Zoo30 和2架運8反潛機 除了在晚上又增派19架軍機擾台 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2日譴責中共行為 他說中共一直窮兵獨舞 破壞區域和平 有多壓霸行為 中共的做法已經越來越被世界唾棄 1日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海希克斯 在戰略與國際中心CSIS重申 美國和台灣保持良好關係 自1970年代以來 美方維持對台承諾 他還表示 我們在該地區擁有強大能力 來壓制任何這類潛在威脅 另一方面 美國宣布最強的隱形遠程戰略轟炸機 B-21突擊者 日前正在生產組裝 該戰機具備海地空三位一體的全球核打擊能力 公開上述消息 他在9月20日宣布 目前有5架B-21正在生產中 而不是之前透露的2架 5架中可能包括至少1架用於靜態測試 1架用於初始飛行測試 預計2022年中正式首飛 9月22日 美國國會研究服務機構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向國會提交了一份 《空軍B-21遠程轟炸機報告》 報告描述 B-21轟炸機將能執行常規和核打擊任務 具有穿透敵人先進的防空網而生存的能力 另一項重要技術指標 就是除了傳統的載人飛行外 亦能以無人機模式進行作戰 美國之音10月3日引述專家分析 隨著美國將戰略重心逐漸轉向亞太地區 B-21轟炸機能應對中共威脅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 舒孝王告訴美國之音 面對中共利用彈道飛彈在第一島鏈 甚至第二島鏈捉起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的威脅 美軍為了確保在該地區的基地不會被摧毀 通過B-21可以掛載多樣化的武器進行反制 舒孝王說 尤其是轟炸機部署長程反彈飛彈 由空中制海 這個會對中共海軍在西太平洋的部署造成極大威脅 這是美國空軍為何這幾年決定重新恢復 重建它的轟炸機隊的最主要原因 近期習近平當局密集清洗政法系 在前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被宣布商規後 10月2日中共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宣布 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長中央610辦公室主任傅政華被調查 但未透露傅政華因何事被調查 《財經》雜誌報導 據不遠據明的人士披露 10月1日公安部召開有關孫力軍案的會議時 曾點名提到傅政華 66歲的傅政華長期在公安系統任職 他被指是原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親信 追隨江派迫害法輪功 還被指是迫害高志成律師的元兇之一 後來直接參與對上百名律師的709大抓捕 震驚中外 傅政華被外界冠以狠角色、酷利之稱 傅政華涉及的另一件事 在習近平清理周永康和寧計劃的過程中 傳聞傅政華陣前賭歌 在2012年319政變時 將周永康給他的一個首領 交給胡錦濤、習近平暫時賭過一劫 並觀星政部級 此外 武漢億萬富商徐崇洋 曾藉指傅政華及其後台老闆 發表長篇控告信 信中講述自己的巨額財產被掠奪 及遭受一連串的非人酷刑和打壓的經歷 徐崇洋還披露 傅政華及其爪牙極為囂張 甚至監聽習近平的私人電話 他講述就在同一次審訊過程中 有一位工作人員指著另一名男子 他們稱呼他父老三 說看到了嗎 他是傅政華的親弟弟 不要說監視你 我們連黃小紅、黃岐山、習某某都敢監控 你算個屁 讓你去賭他們的車 你還不去 我們就是要收拾你、整死你 我們就是要向外界宣布 是習某某下令 抓你、整死你、搞臭他 有關徐崇洋爆料 傅政華監聽習近平等人私人電話 記者無法聯繫中共官方置評 近年中共政法委系統 持續成為中共官場整肅的風眼 自周永康落馬後 先後有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 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下台 隨後還有鄧恢林、拱道安、黃立科等 大批政法高官被查 中共官方的報導暗示 他們參與了對當局不利的行動 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慧健行的贊稿人 黃有群贊民分析指 傅政華案和孫力軍案密切相關 傅政華2015年1月至2018年2月 任中央610辦公室主任 孫力軍曾任中央610辦公室副主任 一齊共事 中共都指他們在黨內搞團團火火之旅 這個應該就是政變勞反 黃有群說 不過傅政華、孫力軍等人 搞政變的級別都不夠 其背後應該涉及更高層的幕後人物 其中第一個幕後人物可能是前中共政治局委員 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 而孟建柱的背後就是曾慶紅和江澤民 黃有群表示 2021年是中共二十大前的關鍵年 對江派來說是將習趕下台的最後機會 雙方會有一場激烈的較量 從目前政法系統被清洗情況來看 可能還有江派大陸虎落馬 中國房地產行業近年風波不斷 繼恒大新力控股集團霸佈後 陸媒報導說鄭州、楊光誠 二旗樓盤爛尾被追問情況時 銷售經理的一句話 語述驚人說我們就不能倒閉嗎 報導引述一名鄭州市、楊光誠 離境公館二旗業主黃女士透露 原本定於今年6月份交樓 但鄭州陰南光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突然貼出一份信言交付的告知銜 不過只是說要延期交付 具體什麼時間能夠完成交付就沒有說明 9月29日當地傳媒《河南都市》爆料 就此回訪楊光誠 例境公館的銷售部張經理 這位張經理不單沒有給出交樓的確定日期 更是語出驚人地說 市場行情不好 我們還不能倒閉嗎 大陸樓市不振 很多房企遭遇資金困難 尤其在一些二、三線的城市 樓價不斷下行 近日河北省張家口市發布樓市限跌令 規定新取得如受許可證的項目 不得以低過備案價格的85%進行銷售 近一年來河北省張家口的房地產市場 一直處於下行 張家口主城區的樓價 已經由頂峰的一平方米 一萬三千元左右 跌至八千元左右 跌幅近四成 今年下半年以來 張家口主城區的多個樓盤 都在降價促銷 之前已經有雲南昆明、遼寧瀋陽、湖南岳陽、 港西桂林、山東歌澤、江蘇江蔭、 湖南珠洲、河北唐山等 多個約二線、三線城市 因為擔心樓價暴跌 而紛紛推出類似的限跌令 孟晚舟案暫時告一段落 不過近日美中在網上輿論進一步交戰 9月30日 美國駐華大使館和領事館官網刊登司法部 孟晚舟簽署延期起訴協議 以解決欺詐指控的中文版通稿 不過很快該網頁被中方秒殺、屏蔽 部分微博用戶表示 沒有發自點擊和轉發 甚至連海外手機用戶也報告說 微博APP程序禁止點擊和查閱該網頁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10月第一期文章觀察說 無論是孟晚舟 又是中共國家傳媒 都被開提及他回國的一個重要前提 就是他簽署了美國檢察官提出的延期起訴協議 承認他在2013年就華為及一間伊朗公司的關係 誤到銀行高層 文章還說中共國家電視台也沒有報道 和孟晚舟幾乎同時都被專機接回國 被視為人質的兩名加拿大公民 康明海和麥克爾斯帕弗 現居美國的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 在16日推文轉發了大陸網民發來的 疑似中宣部下達的孟晚舟的延期起訴協議宣傳指令 關於孟晚舟和美國司法部商談延遲起訴協議有關情況 余報道要嚴格依據外交部權威信息 客觀準確報道 總體低調淡發處理 未經安排不做延伸解讀和評論 不轉引境外訊息 注意保密 嚴控知識範圍 蔡霞寫著 所謂中共出的通稿 指的是經過中共最高層主管意識形態部門 或最高層人員審查通過的 規定發給各傳媒的統一報道稿 根據中國數字時代的紀錄 中國國內民間 例如深圳大學合規研究院自發翻譯的 孟晚舟和美國司法部 達成的延期起訴協議 傳聞內容 在9月28日 也在微信上遭到刪除 今年年底 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即將結束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表示 因為中共政府 未能履行前總統特朗普促成的貿易協定所規定的義務 拜登政府計劃在現有基礎上 繼續對幾十億美金的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關稅 戴琪在9月30日接受美國新聞雜誌政客Politico採訪時說 前總統特朗普發布的301條款關稅 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 包括美國公司、工人、貿易夥伴和中國本身 戴琪表示 在這個意義上 我想說301關稅是創造有限政策的工具 301條款關稅在全力捍衛美國經濟、美國企業、 美國工人和農民的利益方面 有現政府可以借鑑和利用的東西 戴琪在講到為期兩年的第一階段協議時說 我認為審查中國的表現很重要 這將是我心目中關鍵的第一步 戴琪的辦公室將會很快完成 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從上到下的審查 戴琪說當見到對中共施加壓力 以改變它的做法的嘗試失敗時 美國應該吸取很多教訓 她還表示依然認為向中共施加壓力 以促使它改變其做法是一個選項 據政客報道 戴琪的辦公室宣布 戴琪將會在10月4日 在華盛頓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就政府對華貿易方針發表演講 今日的紀元頭條就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我們是以太見了 谢谢观看